最近有兩個很特別的獨立書店新開張 第一間是全臺灣第一家東南亞書店 就開在外籍移工最多的桃園 創辦人張正和林周熙 之前還號召大家 如果你去東南亞 請你帶一本看不懂的書回臺灣 這些緬甸文 泰文 菲律賓文的書 都讓在臺灣工作的東南亞朋友 獲得莫大的慰藉 而臺北的東南亞書店 就開在緬甸人最多的男視角 張正說希望書籍能夠讓所有的外籍朋友們 創造屬於自己的燦爛時光 全臺第一家東南亞書店正式開幕 以圖題數為標誌 創辦人林周熙希望東南亞書店開之散業 未來成為促進交流的場所 取名望見書間 其實我們常常看見的是包含自己的議題 自己的族群議題 可是很少去看見一個族群 在這裡跟我們一起打拼 一起流血流汗 那很少去關心這樣一個族群 他們到底生活在什麼樣的處境 還有什麼需求 然後讓我們有這個動機 重新看見 望見 我們周邊鄰居 新的一個豐富的歷史 我覺得這都是對我們臺灣社會會有 營造一個多元友善社會是一個好的開始 望見書間最重要的莫過於書籍 書加上一本本看不懂的書 正式計畫發起人張鎮號召各界共同參與的 帶一本看不懂的書計畫 我們在做東南亞的這些活動 這些過程裡 其實發現很多臺灣朋友是很有善的 只是他們可能不像我們全職投入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要給他一個簡單的方法做這個事 我還記得那個第一個帶來的一對福奇 他們帶的是一本小王子 這本書因為他們的善意 因為他們帶著這本書坐飛機 所以這本書的價值連成啊 太文版的哈利波特 越南文和印尼文的雜誌 柬埔寨文的書籍 林州西相信知識就是力量 四層樓的望見書間不僅只是書店 未來還要舉辦各種藝文活動 移工有時候他的閱讀能力並不是那麼快 但他需要我們可能用活動的方式 用演講的方式 用DIY手作任何藝品的方式 把他的知識跟其他人分享 那他也可以吸收到其他人的 給他的新的資訊 那獲得資訊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長期關注東南亞議題的張震 曾是四方報的總編輯 他製作唱四方節目為在台灣打拚的移工留下影像 邀請他們唱家鄉的歌 2014年還創辦移民工文學獎 邀請他們創作寫稿 就這些快將近60萬的東南亞移民工 20多萬的外配 他們其實生活在台灣 他不是閉著眼睛生活的 他是隨時隨地處在台灣這個社會 看著我們台灣的發展 然後他可能對台灣有一些讚美 有一些不滿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在乎 我覺得那對台灣太可惜了 張震積極留下這些珍貴的故事 未來他還要讓東南亞獨立書店 在台南 嘉義 台北等地遍地開花 讓移民工都能讀到自己熟悉的書 oko 契巴 主要條定